《勞家坊》第二章 第二十五节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 这人又公义又虔诚 素账帕蒙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好了我们继续讲关于 以我自己所经历的 跟大家分享 其实有一个人 他怎样才拥有圣灵在他身上 什么人才会让圣灵 长住在他的身上 而平清永远都不离开 他的代价又是什么 他有什么特征 有什么他不可以犯的呢 当我分享到这一段的时候 其实刚刚就是我 已经在座序溪水旁 开始正式播放我这个自传的几天之后 其中一个内容就是 当我对一的时候 每个都很着弱 就是我自己的对一 尤其是传威 因为他属于其中一个 数一数二和我一起开始 这间教会开始侍奉的一个全职 那么他就跟我讨论 他问回一些的东西 我觉得都在这里值得跟大家去分享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是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些的 就是关于圣灵的一些代价 其实拥有圣灵在你身上的代价 简单来说 不是复杂的 但是在一个这么复杂的人世间当中 如果我们一不小心 就会损失了 或者丧失了这个资格 让圣灵在你的身上 为什么呢 我尝试去分析 全委问我几个有趣的问题 我尝试分析这几个问题当中 深入浅出的和大家分析 就是说 为什么圣灵在一个平信徒身上是异 或者圣灵在一个初信的人身上是异 但是久了又难 而并且甚至成为一个牧师之后 就是一个牧师第一是领袖 第二是接触人面讲 第三是信仰的年纪又久远 但是反而这样的情况下 更加少圣灵在他身上的 这个其实是我自己可以说很早期 去问的一个问题 因为在我来说我当然希望圣灵在我身上 因为例如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第一次回教会 就是我在香港的时候第一次回教会 当然当时还没信住 朋友带我回去 那时候是一个神迹报导会 当时在台上真道教会的牧师 陈弓展就讲到关于圣灵 他直接在台上跪在那儿 当时在我来说觉得很戏剧性的 所以很深刻记得的 他直接跪在那儿 他说拜下你们了 求下你们外面这些教会 你不要去否定圣灵 你不要说圣灵的工作是不存在的 是真的 事实上当时我很被说服的原因就是 他讲完这篇道之后 他亲自在序会当中 医到很多病人 让很多病人好 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就是 坐轮椅进来 旁边又摆在他的拐掌 但是他可以 不需要拐掌 不需要轮椅 他可以站起身 走走 所以我很深刻记得的 因为我自己读天主教小学 所以我知道今天在圣经里面 有提到圣灵 所以他一说 从这个观点说 如果我第一次回到基要教会 就一定会容易被他们骗了 被他们说服了 这个时代没有圣灵 因为始终看圣经不多 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说 圣灵什么时候会消失 圣灵工作什么时候会停止 没有的 圣经其实有教会存在 就一定要有圣灵 但是问题 我不是从基要的方向去着手 去信主 我是从灵恩去着手 所以这个是无可推诿的 就好像后期 我好奇看一些反灵恩的书籍 都不能够说服我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的那些 真的语无论次 但是值得一提 就是你真的不要看这些垃圾书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浪费你时间 而事实上我自己所认知的基督徒当中 不学无术的那些灵恩基督徒 就因为这样跌倒的 甚至迫不灵恩教会 做这样的事情 明白吗 因为一本书永死的话 无论你的理由是因为什么 因为好奇 因为玩 都不值 事实上比着我 我看了这些书 说真的 我起码都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才可以清晰了我的脑 说服 和看回圣经 去解释 其实他说的是错 很多年之后 我真的亲身在灵恩当中 回到不同的教会 我知道他说的是假的 很多是有问题 而且有些是片面的 他拿了一半的事实 但另一半全部是假的结论 你就已经中招了 很多人不懂得分 所以值得一提 就是这些明知是垃圾书 你千万不要接触 因为你人生当中 不值得为这样 没有一个永死的险 对吧 所以 在早年里面 我已经知道 圣灵是很重要的 我也很留意 一件事 常常都问自己的问题 这个也是 我回每一间教会当中 都问这个问题 而导致到 我能够有今时今日 知道如何付一个代价 就是跟从圣灵 你千万不要想着 我初信的时候 付的代价大 我后来做了牧师 尤其是做了你们的牧师 付的代价 才经人 才大 我才知道 原来要这样 怪得那么多牧师 是没有圣灵在他身上 其实我信了主之后 我已经回到真道教会的时候 已经是想的 不单止回到真道 回到每一间教会都想的一件事 就是 如果世界上有神 而我知道一定有 而他们说的神是真 而事实上 我知道他们说的神是真 其实他们应该 可以做到某些事情 这些牧师 因为那件事 又不是什么大神职 但是如果真的有神 而我们能够接触到神 也就是接触到圣灵 其实我们一定做到某些事情 一定有些事情 我们可以到那个阶段 不会这样的 例如举个你最先最先 我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 我就是想想 当时陈公子 如果能接触到神的话 他应该是会说到 是不重复的 可以 至少不会说 你可以说回那一篇 好像 不是很合理 因为在当时来说 你会看一下熟灵书 甚至听一下他座下的 几位传道人去分享 他们说的 他们说到都比他聪明了 但是唯一就是神公子 真的有一件事 就是证明圣灵在他身上 就是他为人祈祷 医病 神迹其事 真的可以叫有病的人得医治 而这一个呢 就让我理解了 原来当一个人 拥有圣灵的时候 其实原来他 是会有些人 是真的拥有某一方面的特质 去其他教会当中 我一样去问同样的问题 而问自己 二单的问题 我猜不到 有朝一日 原来这些问题 全部都迎隐而解 而我真的可以得到 我自己 当时所 问自己的问题 各样的恩赐 和祝福 首先 我尝试去分析 然后我尝试 在未来这几日当中 逐样逐样 去和大家去否释 因为在这里 我想和大家去尝试 分析 我见的这些不同的目者 这些目者 他有的特性 他没有的特性 但是他有和没有这些特性 而导致他引生出来 他们的侍奉结出的果子 是怎样 因为其实很重要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 当初 希望能够侍奉神的情况下 是想的一个问题 而事实上 所以变成我很小心去观察 而并且 我们不断地记下 很努力地记下 我所观察的 就是我不单止 我只是观察这个目尸 有的特性 就是我分出这个目尸 有的限制 是因为什么 我分析他能够有的 这些因此的特性 是什么 来自什么 什么是来自圣灵 什么不是来自圣灵 换句话说 我不是说 不是来自圣灵 是真的要 那人和圣灵 有那个关系 所以在这么多年当中 我理解了这个第一年 但最重要一点 我相信很多基督徒 是不会留意的 事实上要几十年才留意得到 就是这些牧师 训练出来的人 带出来的基督徒 他们的人生是如何 他们的倾向是如何 他们的事奉 和将来的方向是如何 他们自己的私生活 他们自己的信仰 究竟是如何 这个我觉得 就是当我和大家去分享的时候 我觉得才真是发人心性 就是才让我们能够理解到 究竟信仰的特性 原来有时候 我们没错 我们在事奉当中 我们会有圣灵的恩膏 我们传递这些圣灵的恩膏 但是我们在我们事奉当中 也有我们自己的软弱和特性 而我们也传递了这些软弱的特性 但是两样东西 通常平信徒是照单传收的 而这一个才可以说 有时候害死人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圣灵 在我们身上的特性 其中一样东西 如果我们限制了它 单单仅止于Performance 谁不知Performance 就是在聚会当中 纯是表现的 OK 即是表现出你多威 多劲 多有智慧 或者有多有神迹 那如果这件事 是纯是Performance 的话 那就大件事了 为什么呢 因为换句话说 你是Performance 的话 帝兄姐妹如果没有机会上台的话 他哪有机会Performance 是吧 他哪有机会做回你做到的事 但是问题是你私生活里面的性格 和你的态度 和你私生活当中 自己 来自自己的这些背景 所产生衍生出来的做事手段 就会传到下一代 所以下一代反而就会 第一你优点拿不到 因为他不是牧师 他上不了台 但你的缺点 他就会拿完 这个就是我在这么多年当中 因为我想着要开始教会 所以我去思想的时候 不像很多牧师 搞教会的时候 随如安 做到哪有到哪 每天过的时间 有人要求我 我就去做 有人打电话来 我就去跟进 有聚会就带 有人请我说 就是我由开始信主 已经不会想这些问题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有机会 坐在那里去分析 我有机会坐在那里去想 而实际上 由我信主开始 我已经想着报恩 我希望能够有机会释放 所以变成 当我去到加拿大的时候 其实这个都是形式 在我思想当中很多年 因为这种是一种思想方式 所以其实到今时今日 其实都是我的思想 是一种程式之一 换句话说 我会考虑到哪一种 讲话的方法 哪一种台风 哪一种的神迹 哪一种的教导 哪一种教会体制 是不单止建立了我的思奉 因为我发现很多牧师 只是跨着自己的思奉 但我会考虑到 每一种风格 其实是会训练了 一大班不同的后人出来 而那些后人 很多时候才是无辜的 因为侍奉者不负责 就会导致下面那些人 可以说是鸡毛鸭血 而事实上 在早年我也是因为这一点 可以说我哭过很多次 因为我看到很多 我就明白为何主耶稣说 他看到这些羊 好像没有牧羊人迷失的羊一样 因为在我来说 我发现真的有一些教会 是纯是牧师的问题 而导致下面的人 甚至不会有一个好的婚姻 不会有一个好的人生 甚至将来也不能够有一个好的侍奉 所以这是我思想范围之一 但事实上 这一种思想方式 甚至连我对一当中 都没有谈到这一点 但当我这对一 他听到关于这个自尊的时候 他就问到这一方面的问题 我就正式和他们分享 我觉得也在这里 开始和大家分享 因为我也是带着这个思想 去参加会一间教会 帮助会一间教会 甚至到最后 是建立石安的时候 都从这个概念当中 去衍生出来的 《路加方》第二章第二十五节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 这人又公义又虔识 素尚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我身充满盼望尚全疫情 尽力尽意 私奉全力向前 未坚守这决心 从没结尽 从传心与困境封面 虽有多重难所多借 愿持着信潮标光泪 愿你永在旁 书人手一遍 愿成就你意见 愿流为你扩展 这心处置 为福音天 或天方每天 若前路有困练 父神是我靠耳 愿风雨淚 愿飞出心意见 眉毛地 Zither Harp